两岸烘焙用油大厂南桥8月份的财报在客户拉货动能的益柱之下 合并营收改写新高来到13.5亿元 比上个月成长超过了一成 另外南桥现在也挤进了连锁量饭通路龙头全联的供应链当中 业绩希望可以持续冲高 受惠大客户全家冰品热销 加上中秋节高饼需求行烘焙用油出货进入全年高峰 两岸油脂龙头南桥业绩动能超强劲 公布8月合并营收达到13.55亿元 月增12.13%年成长11.44个百分点 一进入我们台湾的业者过去 三五年里面应该有可以增加100亿的市场 应该没有问题 营收强烟获利更是令人眼睛一亮 8月大赚8400万元 EPS 0.33元 累计前8月税前盈余来到10.06亿元 税后存益6.34亿 EPS 2.55元 车身追击成功获得连锁量饭超市 全联大单供应冷冻面团等产品 目前全联在国内已经有9家2代店 总门市超过700家 虽然冷冻面团占南桥营收比重只有3.5% 但看好合作伙伴持续转型2代店后续发展潜力 将大幅推升集团业绩表现 富士山城纪委台北报道